美方的行為是典型的貿易霸凝主義 中方必將會做出必要的反制 堅決的維護自身的正當合法權益 美國關稅再加碼 北京言辭譴責 因為從500億到2000億 華府端出的關稅清單若全部實施 因為將對半數的中國輸美商品關上大門 況且中美貿易戰開打前日 川普曾在空軍一號上放話 2000億之後北京若感暴富 還備妥了3000億回禁 關稅規模合計下來 正是2017年 中國對美貨品出口總額5000億美金 等同對大陸完全關閉出口美國的市場 中方將和國際社會一道 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共同維護多邊貿易體制和規則 當然北京不可能坐以待避 除了貿易戰冥想後 對美國大豆開增25%關稅 6月便已有三中 為新增採購美國大豆 同期更累計取消61.5萬噸訂單 轉而採買南美大豆 試圖解由經濟上打擊川普 在中西部的農民支持者 又使他們轉而對抗川普的貿易政策 面對北京反制 仍在布魯塞爾出席北約峰會的川普 隨隔海以推文喊話 我仍欣喜動農 卻也承證短期內難解農民困境 因為北京還在努力製造 美國大豆退出大陸市場的情節 我們現在農業部也在牽頭 相關的科研技術也在牽頭 就是怎麼在飼料當中 把這種蛋白的所需要的蛋白質 能多元化一些 能把主要依賴豆博 轉變為一些多元化的產品 同時我們也可以通過 調整飼料的一個配方 來壓一壓我們的消費需求 來通過供需和供給和需求兩端 共同來保證我們大豆的供給市場的平衡 那麼我們相信用一到兩年的時間 我們就有能力說是有彌補 美國大豆退出以後這個缺口 雖說大豆是美國去年 對大陸出口最多的農產品 產值120億美元 但2017年大陸其實只從美國 進口1300億美元商品 川普若真縮哈5500億 兩國貿易量不對等前提下 北京看似沒有同等規模的反擊彈藥 但其實在關稅之外 還有許多可動用的非關稅壁壘手段 市場近來便拉高心理預期 人行可能藉由貶值人民幣 制衡美國加稅影響 易綱潘公盛兩位央行官員 今天切連對人民幣匯率發聲表態 提振市場信心 人民幣匯率由極扁轉而迅速拉升 下午5點半左右 再按人民幣對美元轉漲33點 收復6.65關口 人民幣自6月以來 已連措置11個月新低 川普10號宣布2000億加稅清單後 續破6.7關卡 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升溫的背景下 市場增加了人行可能出手 壓低匯率的心理預期 即擔心美國加稅 對中國經濟增長構成上行壓力 導致人民幣資金近期大局流出 轉而追捧美元資產 加上人行為積極干預 刻意不作為 墨許人民幣出現適當波動 中美貿易它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我們 應該說會影響我們的貿易的順暢 貿易順暢多少會影響到我們的外匯的供求 供求變化會引起外匯的價格發生變化 人民幣適當地會出現波動 但是我剛才講了 我們人民幣有貨幣的基礎生產力 我們中國的生產力基礎是比較強的 而北京在匯率戰之外的非關稅制衡手段 還包括採取行政手段打擊在陸美器 當前已傳出 大陸對自美進口生品拖延通關 需接受更嚴格的檢查干擾貨物出貨 據傳福特汽車便在大陸港口遭到拖延 此外大陸還握有服務貿易懲罰的選項 官方統計數字 美國雖對中國享有服貿順差數百億美金 但並未計算中國人再沒旅遊的消費 即龐大中國留學生赴美後的一切開支 這部分中國便為美國提供了高達1500億美元的服貿順差 大陸內部有專家直指 中美貿易戰倘若持續升級 美國恐怕將在貨貿和服貿上遭到北京雙重制裁 造成這種逆向反差的原因 需要從美國自身去找 美國長期執行出口管制政策 國內低儲蓄率 不利於出口的稅制 以及美元儲備貨幣地位等等 都使得美國必然出現較大規模的對外貿易逆差 美國違背這一基本的經濟規律 以莫須有的罪名推給中國是完全錯誤的 12號商務部記者會上北京最新表態 未來將大力推動貿易多元化 開拓第三方市場 以應對中美貿易戰火 確實 這樣的策略 不只出現在大豆貿易的重新布局上 北京近來也在國際合作上 積極拓展新勇人 釋放劉霞安排至德國就醫 就被外界視為北京欲借此拉攏柏林 在貿易戰上牽制華府的一大訊號 然而專家觀察 美國最新追加的2000億關稅細項 其實多集中在紡織 電器 電機等中低端日常用品 因此認為川普看似加碼報復 其實意在威脅北京上談判桌 因為對中國進口制用品課稅 亦會在美引發物價上漲 繼而導致美國民眾不滿 在其中選舉將近的此刻 更需小心謹慎 中美貿易戰正式開打 雙方均買有伏筆下 也是在對彼此進行極限施壓 對 很 很 很 谢谢观看